OK 各位欢迎回来 那么这个依然还是2019年曾进入中介组的第八第九跟第十题的影片 那么我们从第八题开始 我们这边有一堆带数 所以呢我们就有X加Y加Z分之X 我们会有三分一 然后X加Y加Z分之Y 我们有四分一球这堆东西 好 我们要先知道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应该是观察得到的 不过还是要在这边提一下 OK 我们的X加Y加Z分之X 加同个分母分之Y 加同个分母分之Z 就变成X加Y加Z分之X加Y加Z 因为上下都一样 所以这个就变成1 所以呢我们的Zover X加Y加Z 那就变成1 减掉我们这边已经有给Value 对不对 三分一再减掉四分一 那么如果你觉得可能比较辛苦 可能就分之十了咯 然后减掉十二分之四 减掉十二分之三 这样子 就会找到 ZoverX加Y加Z等于这堆东西咯 那么我们 如果要找这个东西的话 就基本上就是24个 XoverX加Y加Z 对不对 XoverX加Y加Z 再加36个YoverX加Y加Z 然后再加48个Z 然后再加48个Z overX加Y加Z 我们就会有 OK 这边有24个 三分一再加36个 四分一再加48个 十二分之五 我们就会有8加9加 OK 48乘十二分之五自己称啊 所以有20 那么我们最后的答案呢 就会是37 那么我们第八题的答案呢 就是Donkey OK 所以我们再往下走一下 OK 如下图所示 ABCD是圆上的四个点 直线AC与BD交1.1 如果AE等于60 我们来写一下 AE等于60 CE等于70 BD等于134 然后我们的BE大过DE求BE的长 OK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设我们的BE等于X 然后我们的DE呢 就会等于134 over 134-X OK 那么呢 那在这里我们就要加几个辅助线 才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 比较清楚看到那个图啦 要不然这边有很多个隐藏的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把A跟B连起来 C跟D连起来的话 我们会得知呢 我们的脚 我们的脚ACD会等于脚ABD嘛 对不对 因为就是A跟D fixed 然后它在圆轴上面的话 它的脚轴是固定的 所以这两个脚一样 所以这两个脚一样 然后呢 我们也会得知到 因为我们的B跟C 它的脚是Fixed through的 所以呢 我们也会有 A 脚BAC 会等于脚BDC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脚BDC等于脚BAC 那么呢 当然这两个脚一样了 最后剩下这两个对opposite angle 当然会一样咯 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就是要写 嗯 corresponding啊 所以我们讲say OK 这个是E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三角形 A B E 会跟三角形 OK 三角形A B E 会跟哪个三角形相似呢 就会跟三角形BCE相似咯 那么 A是对D的 然后B是对C的 OK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从这边呢 我们可以得知呢 就是 啊 两个三角形它们一样嘛 这样它们相对的 就是corresponding sides 的那个比例就会一样咯 so 可能say take for example 我们要 啊 我们知道AE AE对BE的话 就会等于 AE对BE 就会等于DE对CE咯 因为 那么这个是应该是初三角的吧 这个我不太迟到 我不太确定了 OK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会有60分子 啊 60 over x 所以等于 OK 70 over 134-x 那么呢 这个就可以做一个quadratic equation 这两个交叉成呢 我们就会有4200 等于134个x 减掉x平方 那么这两个都搬过来这边 这边 这两个交叉成呢 x平方 -134x 加4200 等于0 那么呢 OK 那么这个你要quadratic也可以 你要因四分解 你看到你可以因四分解的话也可以 所以呢 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猜成 x-50 乘以x-84 等于0 那么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x-54等于0 就等于x等于50 或者是我们的x等于84 那么我们的be嘛 b可以等于50 or84 但是因为我们的be 我们讲了它会大过de 所以呢 我们的de呢 其实就是50 然后呢 我们的be呢就是84 所以呢 我们的第九题 应该第九题吧 看一下 OK 我们的第九题呢 答案呢 就会是1咯 好 我们再来往下走 我们就有我们这个影片里面的最后一题 第十题 也还是一个几何图啊 所以啊 如果你们 嗯 对几何没有什么把握的话 那就可以多练一下 或是可以 呃 多看我影片一下吧 OK 下图中 三角形abc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我们叫bac等于90度 m呢 是bc的重点 所以呢 我们这里有bm等于cm 然后呢 啊 p是ab上的一点 使得pm垂直于am 所以我们就有 叫amp等于90度 然后呢 我们就有ab等于96 ac等于72 所以呢 请bp的长 那么呢 OK 我们这里 我这里要跟你们介绍一个teorem 还是一个定理呢 应该是终点定理的就是 我不知道花文是不是这个名字啦 不过我们英文呢 我们会称之为就是midpoint theorem midpoint theorem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 不过呢 它里面就是讲 呃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m呢 就是某个直角三角形abc的那个中点的话 那么呢 我们的bm等于cm很明显嘛 对不对 不过呢 am也会跟bm和cm一样长 这是为什么呢 哦 你可能可以放在一个 呃 圆 可以放一个圆形里面 然后就看到哦 这个是180度 一半就变90度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有几个特征要讲 就是啊 我们在这里的话 因为am等于bm等于cm 所以呢 我们的这里 我们会有叫mab mab呢 就会等于叫mba 然后呢 我们也有叫mac等于叫mca mca等于叫mac 所以呢 我们叫mab mab 会等于叫mba 然后我们叫mca 会等于叫mac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加起来是90度吗 那么这边我们已经有一个90度了 那么这边我们已经有一个90度了 我们叫mab 所以我们叫map 会等于叫 哎 会等于 我们叫map 会等于叫mab 会等于叫mab 对不对 叫mab就会等于叫mba 那么 哎 就会等于90度减掉 叫mac哦 所以呢 这个叫apm 它会等于叫mac哦 就是 你们应该可以观察的出来吧 就是我们叫apm 会等于 叫mac 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两个 所以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呢 其实是 怎么说呢 就是相似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OK 我们在这里我们从这里我们得知我们的三角形abc 所以 它将相似呢 就是与三角形map相似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 等下先啊 等下先啊 我们就会有 ab对bc 会等于 am对 ap OK 应该是吧 我看一下 嗯 对这样子 OK 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做一点必事定理我们的bc呢 就会有96的平方就是ab的平方 就是ab的平方 ac就是72平方嘛 对不对 那么你们自己做一下我试算出来已经有是120了 那么呢我们的am会等于bm会等于cm就等于120切一半会等于60 那么呢我们这里就会有 我们就我们这一个等式就会变成ab等于96嘛对不对 然后我们120等于60 over ap那么我们的ap呢算出来会等于120乘60 over96就会变成50 然后就55就变成75 所以呢我们的ap是75不过还没有完 OK 那么既然我们得知我们的ap是75的话 ab等于96 ap等于75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bp等于ab-ap bp等于6.75 对不对就等于21 所以呢这个这个第10题的答案呢在这里就会是boy 然后啊希望你们有理解我这我解释的这整个过程啊 当然啊我解释没有用啊你们也要自己去做一下才会印象比较恐怖啊 我只是在这边辅助你们吧OK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里面会讨论陈吉诺2019年中介组的第11、12还有13题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